在议员助理陪同下 女员工和公司代表 走进台中市议员林祈峰的研究室 展开性评调查 要控诉疑似遭到公司副总性骚扰 由林祈峰陪同见证 但就在访谈过程中 却出现一名男子 拿着手机在研究室外疑似偷拍 林祈峰发现后立刻报警提告 这一位性骚扰的疑似冠犯 杨小冬 性骚扰女员工 有三名受害人 骚扰完东窗事发 还可以派人到议会来偷拍监控 威胁受害人 被点名的就是前台北市新闻处长杨小冬 他目前在台中一家上市公司担任副总 同时也是台中市府的市政顾问 却遭到三名女员工 控诉疑似涉及性骚扰 在应酬的场合里面喝个烂醉 要求女员工来参扶她 藉由这个参扶的过程 还在她的背后摸她的内衣 还单独把她叫到她的小房间办公室里面去 抓住女员工的手 不让她离开 中市政府会积极处理 启动解聘程序 不过杨小冬的委任律师 也在16号前往地检署 按零申告 林奇峰涉及毁谤 事情其实是并没有经过司法调查的程序 那今天林议员在这个 就是议会的现场 把这件事情说的会声会影 好像真的一样 这件事情已经对杨先生的名誉 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杨小冬也发声明强调 对于外界的不实指控 感到悲哀与无奈 真相一概交由 司法厘清 任职的公司则回应 已经收到议员转达的申诉 成立信评委员会 将依法进行调查 并做出适当处理 三线阳进孙永利台中台北